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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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楊宗盛因為她後天 禮拜是 Sorry 是今天嗎 好像不是18號 他今天請假是因為他們家 他父母親現在身體都不好 自從清水搬上來以後 他父親也就是 可能遭受到很大的打擊吧 家裡頭的變故非常大 所以他就中風了 住院然後 他父母親就覺得可能 楊宗盛幫他租的那個房子 不乾淨啊什麼的 師父上個禮拜五去看了他那房子 幫他灑淨 一切都 我認為是OK 但是因為楊宗盛他現在走運很低嘛 所以他看上眼的房子 還是會有一點下次 還是會有一點下次 然後他現在楊宗盛做什麼事啊 就是他 他們家有那個 祖先排位啊 本來都是跟菩薩放在一起 他們覺得那樣子可能 就是妨礙到菩薩了 所以這個太傳統佛教了 然後他就要把他請到清水老家去 然後我說你走運那麼低嘛 對吧你應該要多上課這樣子 他就說因為那個幫他辦事的那個法師 只有今天有空 所以他就只好這樣子 所以你看一個人走運低的話 你就是碰上的都剛好是 是 就錯誤的事嘛 對吧 上課更重要啊 你去見一個法師要幹什麼啊 對吧 義理深化你才有能力 面對極恐懼 還有極大的災難 所以一定要看到別人 你要想想自己 我有沒有像他一樣的呆 雖然楊宗憲他的那個思維高度很高 但是沒有践行嘛 所以沒有智慧啊 他還是停留在思維很高的知識層面 他沒有践行 所以很善良啊 你看那天師傅找不到車的時候 他是我第一個先通知他 問他可不可以用他的小車來加減載這樣子 因為我那個朋友許大德 他本來是說要用休旅車 結果他 後來跟我們講 原來他休旅車已經賣掉了 他都沒跟我們講 結果他就開了一個BMW的轎車要來幫我搬家 我說謝謝他的好意BMW轎車不能裝多少東西啊 所以我到現場路邊 我一看哇這不對這不對 然後我就拿起電話 一直開始連環call了 然後我也call給沈其軍 問沈其軍說你今天有沒有上工 因為他有時候沒工作啊 他說有 你今天有上工 我說好那就沒有辦法了 他要問我什麼事我就說什麼事 他說哎呀今天剛好要上工 然後我想一下一下我還打給樹林 樹林不是有一個非常護持我的那個功德組董事長 就是長年二十幾年都護持我 紅包袋啊還有那個什麼卡 發給你們的那個文書八字的真言的卡 我的名片 所有你看到的全部通通都是他護持的 這個也是他護持智慧筆也是他 這個也是他印的 我的名片通通都是他印的 然後我就說那你你可不可以叫你弟弟開車 來幫我搬家 他說我弟弟精神精神病精神奇病 對所以他說恐怕會比較危險 然後我就馬上想到您了 還好感恩您真的特別的感恩 否則的話真的是沒轍啦 一點辦法都沒有 那可能要要跑好幾趟 楊宗憲來幹什麼 他希望看我有多少東西扔不進去的 然後他去租一部車 就把那所有的東西裡頭都不用坐人 把所有的東西通通都扔到那個車 然後他開到高雄去 他想要這樣做 這當然也是一法 但是因為他到底是人家的員工 而且他還要上班 對吧我也不忍心讓他怎麼做 不過他是真的很善良 第一個時間就出現在我面前 我嚇了一大跳我還在講電話 對不管怎麼樣 我的從這一次的事件裡頭 我深深的體會到 當我們碰到不管災難也好 拒手的問題或無解的是 你一定要你不能坐而憂 坐在那邊像講路華 坐在那邊 喔不行喔這個車不行啦 這車完全鑽不下去 許大德也是喔師父這個心理太多了 我裝不下去 他們兩個通通同一個低 那個思維能力很低 就是怎麼知道很低啊 負面嘛 就只會抱怨裝不下 師父就不是這樣 裝不下簡單啊 想辦法對吧 哪一次師父做的事情是容易的事 沒有一件事情是容易啊 我們要去祖北 我們要去祖北 那個耶穌 耶穌什麼 耶穌末期 耶穌基督 後期 後期信徒教會 那個會也是很緊急了 我們秘書長不幹 我問他叫他找人 他馬上就說不要你看吧 就是祭守的事他永遠都是不要的 他沒有學乖啦 他沒學乖 等到大難來臨的時候 等到地震來臨的時候 由不得你說不要啦 你平常你都要做好準備嘛 對吧 哪一件事情解決不了 在我的字典裡永遠都沒有 解決不了的事 永遠沒有 你其實要學要try 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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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方法你都要試試看嘛 對吧 所以我們在這邊 是不是應該要給尤家熱烈的掌聲 尤家三分子對吧 尤本養 尤本養的夫人廖沛君 還有那個那個那個尤元廣喔 他們有三個有來上課的 然後師父準備了世間跟初世間法的禮物 師父給的禮物一定是世間跟初世間法 為什麼 修行也是嘛 你光是初世間法 現在我們看到的傳統佛教就是這樣 通通講的都是初世間法 哎呀你碰到困難你就是要靠菩薩啦 你靠菩薩菩薩一定會讓你靠 那就是初世間法 你世間法一定要正確的走 你就是要想我除了靠菩薩以外 我還能夠怎麼做對吧 該逃難的你要逃嘛對吧 然後該就是說 欲做準備的你得要欲做準備嘛 所以師父每次給你們禮物 也是世間跟初世間法 是在一起的 這個就是來提醒你 你做事也是世間跟初世間法 必須要一起啊 你們三個都是同一個禮物啦 然後這個是Crocodile 就是鱷魚排的皮夾 然後這是世間法 然後這一個是 這個叫十輪金剛奏牌 十輪金剛 十輪這個一條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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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宇宙相應的那個氣脈 所以他可以從時間跟空間的微度 下去抗衡那個災難 我認為這個法寶是非常適合這個 這個節骨眼我們要共同面對這個大災難 所以你們三位都是同一個禮物 然後廖佩君這個是男士的 廖佩君的話就是一個女士的皮夾 好 那我們熱烈的掌聲 每一個人都有 每一個人都有 都有這個 三分啦 對 這個以你為榮 所以以你為法 然後這兩份代表這個間諜情深 對 所以綁在一起 廖佩君心有同感 我的用心終於 每晚養終於發現 好 特別的感恩 真的特別的感恩 你們那個小鎮真的很司機啊 喔 他真的是非常有禮貌 非常有禮貌 而且很 很會做事啊 他說他知道 有可能他回來很晚了 所以 他五點在那個休息站 他就吃晚餐了 對 他很厲害啊 請他來學佛吧 那因為從今天開始的每一次失誤出現的時候都是要 都要趕高鐵 所以今天無論如何九點一定要下課 我要趕十點的高鐵喔 好 那這個 這個也是 就是考驗你的耐性嘛 還有你的對佛教的護詞嘛 你看師傅當然師傅是禁老票嘛 師傅超過七十歲了 六十五歲就禁老票就半假了 然後我們還扛著蔣媽媽前行啊 你說如果我一個人逃到高雄去 我保證蔣路華是完全沒辦法 完全找不到一個可以依托的柱子 他在高雄有親戚啊 但是他的親戚也沒有支援他 然後蔣媽媽我們要找一個安養院 否則我們每一次都要帶他上來台北 然後又再帶他下去 現在就是他爸爸在照顧到九點的時候 他爸爸就會把他帶來樓下 然後我們會合然後就去高鐵 這個就是師傅就會想到說 如果我走了的話 拋下他們母女他是沒辦法的 所以我就一起把他扛著 然後今天就發現什麼呢 我本來想欸蔣路華都沒收入嘛 然後一次高鐵就要一千多對吧 來回就要三千多 然後我就想這下子他肯定要破產了 結果他今天發現一個好消息 因為蔣媽媽是殘障人士啊 所以蔣媽媽一定是辦票嘛 然後殘障人士需要有一個人來照顧他 那個叫愛心票 一樣是辦假所以他 他就莫名其妙享受辦假 會齁 是嗎 真的 所以 所以我們是月票的月票 對 對 對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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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所以一切都不用擔心 你一定要想辦法 我不管我人在哪裡 我的心永遠就是要忽悠著這個苦難的眾生 加強 蔣媽媽到了高雄以後 他以前都是一天六步要失禁 昨天破天方七步要失禁 今天也許更高 今天他沒有來上課嘛 對吧 Anyway 他 我跟他講說 我們要一起要救度苦難眾生 他說要怎麼救 我說你趕快加緊誦經 然後回向給這個大災難 最好大災難不要來臨 他就說喔好這樣懂了 他就加強在誦經了 所以你看到師父的每一個出發心 想到的永遠都是苦難眾生 一定很少的林青元董事長在高雄 他就沒有想過說師父來到高雄避難了 還要趕回台北去教書 因為法不思為罪 因為你教學你可以讓眾生懂道理 懂道理你才不會有煩惱啊對吧 你有煩惱是因為你義理沒有深化嘛 這就是師父一直講 學佛不能太傳統啊 傳統學佛就是停留在 譬如方便說啦 就是葉雅香他們那個 他們這樣拜那樣拜啊 水果啊要買多少啊 這種這個儀式上面啦 義理其實是最重要的是義理 義理一定要深化 這就是文殊法教最特殊的地方 文殊為什麼是諸佛他要晉升 諸菩薩要晉升成佛的最後的臨門一角 記載在佛說大乘本生心地觀金講 三世覺母妙吉祥 妙吉祥就是文殊的法號 三世過去現在未來 你要覺你覺悟共振普提嘛 對啊你要原正普提的母就是源頭 就是你要修學文殊法教 所以今生你如果有因緣可以修學文殊法教 你千萬不要跑去什麼搞什麼 那個叫什麼啊 祖先排位啊 那我認為是一點都不重要啊 那你基督徒都不拜祖先的怎麼辦啊 基督教 基督教是不准拜祖先啊 他認為祖先也是偶像嘛 偶像崇拜嘛 那你怎麼解說啊對吧 公罵那麼重要嗎 No 心最重要 你的心在哪裡最重要 好那因為我們時間比較緊張喔 所以直覺思維來 One two three go 好來加油 對要連環砲 中間不能要 不能空下來喔 來 其他的人要準備好 蔣立娃 你幫忙 師傅還有各位師兄 我要找找找地 陳明儀試著回答 首先我們看到這個圖跟這個文字 我是先看到這個外道啦 就是 對你要先介紹外道 對因為外道就是我們心裡對外面有任何的這個抓取跟追求 對你上一次有答對 外道向外求道 叫做外道 對但是就是因為這種抓取跟追求就有點像 我們在吊橋上下面那個看起來好像是愛心 可是可能是很很重的這個石頭 就是這個抓取 那我們如果可以超越 就是心裡可以超越對外的這個抓取的話 就是沒有心意 沒有受跟心 然後我們就可以超越就可以度過這個吊橋 心 心意就是心阿賴耶使 提巴阿賴耶使 意就是意念 意念由心生起 受跟行呢 什麼解釋 不知道齁 不知道沒關係 因為你都知道了師傅要講什麼啊 對吧 好 然後 好 來 1 2 3 go 其他的人 如果師傅還繼續在講 1 2 3 go 就是還有補充的空間 好 來 來 那個 你要跟我們去解釋驗喔 那個唯士班快要畢業了嘛 他們6月2號組織了解釋驗 他說他也要去 師傅同學廟吉祥 好 我看到無心意無受行 摧諸外道 我想到就是說 我們要到極境涅槃阿 要不起心不動念不妄想 但是我們凡夫都會妄想阿 都難免會妄想 所以做不到 所以就會起心動念就會造業 就會就是外道 心外求法 所以你講的 你認為你有接觸這個主題嗎 你認為你有嗎 你都每一個字都講的 但是都是比較表淺的 表淺 因為你的學佛就是很傳統阿 你不是從義理深化開始 師傅還是一直希望你 你即便是念佛法門 念佛法門也有聖身的念法阿 譬如實相念佛阿 你現在是慈民念佛嘛 慈民就是嘴皮子在念而已嘛 對吧 不懂義理阿 文書也講念佛 文書講要實相念佛 實相終極就是由本來講的 終極真理 你念佛的時候你是要意念終極真理 如如不動的終極真理 跟你的嘴皮子念佛哪有一樣 當然不一樣阿對吧 所以一定要跟對師傅 好 來 1 2 3 GO 賈魯阿 我說我要提醒各位 你要不要講這個直覺思維 你心裡不用想 我的答案會不會很可笑 你因為可笑所以才值得大家向你學習嘛 對吧 每一個人都是從不會到會 所以你的錯誤的答案 正好是讓大家學習的一個典範 就叫什麼 什麼可以公欲阿 他三之十 我們以前都講他三之十可以公錯 對吧 以別人的那個錯誤為警戒 所以我們就避免犯錯 可是現在不是這麼說了 現在講別人的犯錯 可以來當作我往上提升的保育阿 所以你看你的錯誤多珍貴阿 他三之十可以公欲 對 好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蔣路華世哲來分享 這個就是 無心意就是超越心 然後 對 超越我們的心 因為我們心有很多的念頭 就落入的二元對立 然後再來 就是因為這個二元對立 你就會有一個心的對勁 所以說 要超越 獸型 我感覺就是 二元對立的兩端 一邊是心 一邊是心所衍生出來的對勁 然後 吹諸外道 就是告訴我們 你要不要落入這個 你要超越這個心的束縛 你要所以才說心外就是外道 你就是要摧破所謂的有心的對立 有那個 所以心外 要摧破這個心外的外道 好 OK 到目前為止 三個人講的 都沒有直擊一個非常重要的要害 受跟行 指的是五運當中的受運跟行運 為什麼會特別強調受運 受感受嘛 sensation 就是在那來臨的時候 你的感受一定是恐慌嘛 所以 而且你的情緒是引發各種後果的源頭 你要知道 所以 無就是超越 超越你的感受 佛教有說 苦、樂、舍、舍受 這三個感受 苦、樂、舍 我待會有專業來介紹 行是什麼啊 受是感受嘛 行是什麼 行就是你的意志力 你見行 你決定要怎麼践行的 那一個Volition 那一個意志力 這兩個 讓我們感受到它的無比重要性啊 五運 哪一個人能夠知道五運是什麼 好來 好 許里悅來 玄妙吉祥 我是許里悅 好 我試著來分享 好的 適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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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受想 行 時 對 你 不要停留在背 因為你背的話會亂掉 待會 待會師傅會跟大家分享 那這個心 那這個心就是第八阿賴耶史 意呢 意念 或者是第六意識 第六意識是什麼 了別 你用心去分別 這個紅心是 喔心好多善啊 他心好多善 所以地震來了他一定可以逃過 那這個心就陷到下面了 為什麼 因為你看到的紅心只是傳統佛教的所謂 有向陪伏 你還是落在向上嘛 我一定要紅心喔 黑心又不對囉 有 一定要注意到 文書是超越有向陪伏的 有向陪伏 為什麼必須要超越 有向陪伏 它是有 量跟數 它是有框框的 它在你 永遠都落在框架裡頭 所以你像一隻小鳥被綁在 鎖在一個框架裡頭 沒有辦法發揮你的根本智慧嘛 所以文書說 你不能停留在有向陪伏 否則的話 你就是落在 量與樹的陷愛 氣載在哪裡啊 就是 現在都不能拿經典準備逃難了 對 對 對對對 好 這本 你這個書皮 這本有沒書皮的 沒書皮的比較快 對 這本有沒書 文書的經典 它這一部書都在講文書 然後其中它有羅列了三本 非常大眾化 而且相對容易懂 文書的經典真的非常不容易懂 那師父常常建議大家要送的是這一個 文書施利般若經 但是它的全名不是這樣 因為它寫不下 文書施利所說摩赫 摩赫就是馬哈偉大的 文書施利所說摩赫 波羅蜜 波羅蜜多 波羅蜜多 波羅蜜多就是道彼岸 用根本字超越 煩惱和道彼岸 這就是文書的拿手好戲 在這裡頭就有講到說 你如果還在有向陪伏 那你必然就陷入量與術的煩惱當中 我要去請那一本金 三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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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 那個箱子裡面有 箱 在哪裡 那你拿給它嘛 每一個人發一本 現在災難都要來了 你幹嘛還把它鎖在那個箱子裡啊 這個人做事不是太愚痴了嗎 謝謝你喔 敲打他 要不然他還把那個金書放在箱子裡啊 對 還有嗎 講得我 對啊 是啊 是啊 三合一 好 下禮拜好不好 下禮拜 禮拜六 禮拜天你不是有上那個什麼課啊 為時嘛 對 禮拜天給你好嗎 好 禮拜天早上師父就去幫你到三樓去請 請了以後 請就好了 問題是你不知道啊 你要給人家借走啊 對吧 師父不需要給任何人借走啊 對吧 差異就在這兒嘛 對吧 你借走 也許帶給別人不方便嘛 人家每天都在慫著嘛 對吧 我等一下就還差啊 就不用再打擾別人了嘛 好不好 好 你幹嘛上課比較重要 對啊 你幹嘛一定要 你要中途旅行 這整個高能量是中斷 對 對 你要專心上課比較重要 我剛才看你都兩眼無神在念過 那那種念法 那師父 師父平常念的就是這一本 一模一樣的 但是這個是我們學習宣字以印的 所以這都是簡體字啊 這全部通通都是簡體字按鈴 你檢查一下是不是簡體字 然後這個是你看字很大 而且這個前面師父都有寫一個序文 就是簡介文書它是怎麼樣子的特殊 這你看這2013年5月19日 師父在唱春心園 你知道唱春園是什麼嗎 康熙 康熙的康熙的爸爸康熙的行館 對 所以整個北大都是清朝的皇家的員林嘛 對 然後師父住的住的那個宿舍就是 療房就是康熙的行館 好所以這個這個因為你們看不懂嘛 看不懂簡體字對吧 所以所以這個就 所以這個因緣是很奇妙的 師父還沒有去英國以前 我很會打乒乓啊 特別喜歡打乒乓以前 這是大學的校隊 我畢業以後我還是希望能夠 有一個高手來指導我 結果就有一個女性的那一案的高手 是世界單打第二名 然後他 因為那時候文革很嚴重嘛 所以他就文革就是你 我們兩個是夫妻 我們也會互相批鬥啊 然後我批你你批我 那他們那種運動員就是滿身大汗啊 他說他們那個天都還沒亮就要趕快 趕快起來練球 就生怕你的你的技術沒有別人好 你就沒有辦法代表國家出去比賽嘛 所以競爭很嚴重的 然後他 他就說 所以他每天都要沖澡五次啊 因為全身大汗啊 然後 就有人批鬥他 浪費水 一天沖澡五次 所以他就被批鬥垮了嘛 所以他就逃到USA去了 然後我們的那個 就從那邊把他請來 在左營訓練營交 交我們的國家代表隊 然後我就把他從左營請到台北 當我的專屬教練 然後他就 他的教法跟別人是很不一樣的 很操啊操你啊 哇 很 非常 非常嚴厲的操 對 就是 還沒有上課以前 他要你做柔軟體操 就要 看到你全身都流汗啊 你都已經很累了 他說好 現在開始練球 一個籃子四百個球 他就一直餵你 他不是用機器啊 他速度很貴 左右開工 讓你這樣跑啊 前後掉球 他看你快要撐不住了 他說 你一定可以繼續加油 就這樣 這樣子操 然後 你知道那個殺球是身體要下去嘛 所以他看你彎不下去 他就把球放在地上四百支球 叫你彎著球 彎著身子 從這裡撿到這裡 從這裡又撿到這裡 你想你好神經病啊 你做這個動作要幹嘛 這要你訓練彎下來啊 所以他每一個招數都是有他的用意的 還有那個年頭喔 很少人有video 他把你整個訓練過程通通都拍成影片 然後播給你看 他說你看我說你殺球力道不夠 是因為你沒有彎下腰嘛 對吧 所以他拿證據給你看 還有很重要的是 這一堂課 我通常是禮拜六有上課 禮拜一你就會收到他的親筆的信 告訴你禮拜六的這一堂課 你表現突出的地方在哪 然後你表現失敗的地方在哪 你要加強苦練的地方在哪 然後他當然都是寫簡體字啊 然後而且他的字好吵啊 非常吵 我這樣子一個字一個字一個字 慢慢的猜 猜久了 我到北大的時候 他們都覺得好奇怪 你為什麼能夠看簡體字啊 原來我就幾十年前就已經練就了這樣子的功夫 所以每一個人的因緣是不一樣的 對 就當初在練的時候也是覺得 這好特殊的字喔 完全看不懂耶 你看這樣子 這什麼字啊 這樣 蛤 對衛生的衛非常好 非常好 對對對 他很多是你的完全完全不懂的 這樣呢 聽 聽 對大廳的那個聽 對 猜對 猜對 對對對 是是是 都應該要學啦 我覺得 因為現在都已經國際化了嘛 對吧是 好那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我們會印 自己印這個經典 對 我喜歡這個經典是因為它很薄啊 放在你的書包裡頭不佔地方嘛 對吧是 好 那所以這一個重點是什麼呢 你要超越你的心 還有你的第六意識的分別心 對吧 因為你會分別什麼 分別 我才是正統的佛教 他是外道 他是心外求道 很多人會以為外道是指 佛教以外的宗教 對嗎 這種解釋對嗎 佛教以外的宗教 叫做外道 不對喔 譬如說 基督宗教 他們就會說 其他的宗教叫義端 叫義端 他們給了一個特殊的名稱 就叫 那天主教叫義端 基督教稱為外邦人 邦就是國家那個邦 外邦人 是基督教的用法 天主教他就會說義端 對 就是 不同宗教信仰的 那我要請教各位的是 你說外道 你怎麼解釋 心外求法 心外求法 那 那 你認為佛教有 有外道嗎 佛教 有些不是正信佛教啊 譬如說什麼是正信佛教 譬如說他們會求財神啊 那 那你認為你的念佛成佛是正信佛教嗎 念佛成佛是淨空老法師的一本書 那 結果你把它曲解了 他根本不是這樣子解釋的啊 你把它曲解了 可是你又認為 我這個是淨空老法師的傳承 錯啦 什麼是外道 心外求道 就是 你的心 永遠執著於 念佛成佛 其他呢 我都不管 這個叫做外道 好嗎 對 所以師父一直跟你講 你要拓展你的視野嘛 對吧 不要一直執著 念佛成佛 念佛是很重要啊 我講文書也強調念佛的重要性啊 要實相念佛 實相念佛 跟你的慈民念佛 最大的差異是什麼 你是執著於 我就是要那個名字 歐蜜陀佛 歐蜜陀佛 文書的實相念佛 不是這樣子 我上升到終極真理的時候 那是法身佛 他是 通四海的 是無量無邊的 是所有的諸佛會通的 是如如不動的 的終極真理 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像是歐蜜陀佛 也沒有一個像是 是 要是琉璃光 那個都還在 要是佛跟 跟那個 要是佛跟 阿彌陀佛 是在什麼 他們指的是什麼佛 上禮拜有講了 好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講話試著來分享 他們是在 報身佛 他們是 報身佛 所以他不是終極真理阿 他還在現象界阿 對我想要找那個圖檔 但是我看這樣我又會來不及喔 好 所以 外道是指 心外求道 不一定是指 其他的宗教 不是 不一定是指 其他的宗教 佛教也有心外求道的阿 譬如說吧 方便說嗎 方便說 方便說很好阿 方便像 譬如說 雅香他們那個道場就 很多的方便說阿 方便說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你不能一輩子都在方便說呀 對不對 你一輩子都在方便說 那 那你就離真正的 終極的真理太遙遠了嘛 對吧 你該方便的時候你要方便啦 對吧 師父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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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相念佛 我還是不 不是很懂 那實相念佛 那是觀想念佛了 用意念 No No 念佛有四種 你的是最low的那個 慈敏念佛嘛 再來 來 這邊 這個失誤都教過N多遍啦 來 1 2 3 Go 念佛有四種阿 你念了一輩子 你到現在不懂 慈 慈 真的一定要上課 因為任何一個人 你那個 意理不清楚的話 很容易就被人牽著鼻子走啊 牽著鼻子走 喔這個法師呢 信徒很多 這樣子就是 你就相信他了嗎 錯啊 真的不能以這個當作判準啊 不是那樣 你要看他講的那個 意理 深度在哪裡 這才是重點 嗯 你才不 不至於迷失嘛 對吧 嗯 好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講的話 師子來分享 從一開始最初階就是慈敏念佛 對 就是你 對 你必須要阿彌陀佛 你必須要專著 喔我要念阿彌陀佛才可以 再來再 乃至於 我看你經常都是嘴巴 心裡根本不在 為什麼 怎麼知道你心裡不在 你的眼神告訴我 你心裡根本都不在 對吧 對 那再來 從慈敏念佛再上升一級 就是 呃 觀相念佛 你必須要看有一個神像 你要鎖定一個像 一個像 可能是要神像 你沒有這個像 你就亂了分寸了 對吧 這叫觀相念佛 必須要有一個偶像 喔 觀相念佛 是觀相要念佛嗎 請你用麥克風好嗎 觀相 請你用麥克風好嗎 請你用麥克風好嗎 我是許禮樂 對 師父同學廟吉祥如意 我是許禮樂 觀相念佛要 只是觀相嗎 要念佛嗎 觀相念佛當然是觀相的時候念佛嘛 對 否則是要幹嘛啊 那就是觀相慈敏念佛了嘛 no 觀相念佛 重點在觀那個像 你的慈敏念佛 心裡沒有佛像啊 你只是念他的名號而已啊 好 然後再來 那個觀相念佛就是鎖定 我如果念阿彌陀佛 看到這個就是 一定要有他的形象 要有一個像 離開這個像 我拿個金書把它遮掉 你就不舒服了 因為你就迷失了 對 你執著於那個像 對 你一定要像 乃至於你又講 喔這樣不恭敬啊 對吧 這都太low嘛 這就是代表你沒有到終極真理嘛 你看師父多自在啊 我今天穿這樣子 是因為我在搬家 這個叫什麼 方便穿啊 我不是也有一次 為了要教你們怎麼逃難嘛 我也穿這個 其實這也是生服耶 這是韓國的生服耶 所以你真的不要小看它 韓國的生服非常的莊嚴 料子都非常好 我師兄從韓國帶回來給我 他還有一個小外套呢 今天太熱了 對 你看到他這是一套的 你看這個花花花 這是一套的 欸這不是普通服啊 你別搞錯啊 我還是穿著生服來教書啊 懂不懂 所以你要批判一個人的時候 請你搞清楚 你沒有搞清楚以前 請你閉嘴可以嗎 就像謝鴻欣跟張建兵要批 批判那個在大殿唱夜來鄉的那個法師 那其實完全搞不清楚嘛對吧 完全搞不清楚就批判那個那個法師說不應該要在大殿唱夜來鄉 人家唱夜來鄉的曲調 這個歌詞是阿彌陀佛極樂世界 有什麼不可以啊 那就是方便 那就是方便 所以方便跟如理說 你一定要搞得非常的通透 你的意理不夠深化 你要通透很困難啊 就像你就是永遠執著 啊我就是 我就是一定要 要念佛 其他的我不管啦 我就是一定要 相信 靜空老法師的其他的我都不管了 有人這樣子在學佛嗎 那你也太苦了吧 對吧 也執著太多了 對吧 現在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講話 試著來分享 因為如果以李悅師兄 他就是執著於靜空法師啊 一定要靜空法師講什麼 對不對 所以這種 我們會覺得 您就是偶像崇拜 事實上我們 我們應該就是 宇宙的真理啊 我就是信奉終極本質 那我今天 終極本質所延伸出來的 是有很多啊 有愛因斯坦講的終極本質 有要是佛講的 有阿彌陀佛講的 有靜空法師講的 只要你是 終極本質我就相信 而不是我相信 靜空法師一個人 而不是我相信 是誰講的 他們共同在闡述一個 唯一的終極真理嘛 這樣你懂嗎 唯一的終極真理 是不是空向 空向 空性 那個大乘玄意 這都講了好多次 你不能在這個時候 又繞回去講 那這樣子我10點要 9點要下課都不可能 像這種講過的 要請你複習 自我複習可以嗎 對 你不應該要這樣子 一直啦啦喳喳的提一些 不能這樣子 不能這樣 每一個人要負起自己的責任 我講過你要來上這麼深的課 你需要複習 每個禮拜都有給你講義啊 對吧 你需要複習嘛 好繼續 好接一點就是觀想 你要有的人一定要執著說 我心裡就要觀想阿彌陀佛 要放光或是要師佛 你還執著於有那個意念啊 只是說 那這還是有執著一點 那最高就是實相念佛 就是我就是針對終極本質 這個最終的真理 它是無形 無色 無像 對 如如不動的空性的真理 其他你觀想 是要在心中形成一個佛的像 觀想 第二個觀想是在現象界形成 你要看住它 像師父念佛 我哪需要看到一個佛像啊 我從來都不在乎 那麼瞎子怎麼辦啊 我請問你 如果觀想很重要的話 那瞎子怎麼辦啊 那師父有持明念佛嗎 每一個念佛不都是持明嗎 你在執著什麼呀 師父不是講實相念佛 那怎麼會自己又持明念佛 這四個不是講 這四個就是持明念佛的方法嘛 念佛的方法有四個嘛 你不是要念佛嗎 你不是要念佛嗎 拜託喔 這講過恩變啦 你跟著師父至少超過一年了吧 對吧 所以師父是用四種方法來念佛 不極限於持明念佛嗎 我看你是什麼根器跟你講什麼道理嘛 對吧 因為你的根器就這麼低啊 永遠就是一定要持明啊 我知道放下身段跟你講持明念佛嘛 對吧 將來你已經長大到 你可以了解十相念佛 我當然就只針對你講十相念佛嘛 我總不能人家 所以為什麼唯莫節大居士說 一個在台上講經說法的人 需要具備兩個功夫 哪兩個 什麼要世人 什麼要世人 要知道弟子的根器 世人 第一個要定心啊 你沒有定心 你如何知道你的根器是怎麼樣 當然不可能啊 對吧 你只會講 南無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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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世界大通啊 念佛 念佛成佛 你根本不知道啊 你根本不知道 浩瀚的佛法 他到底傳授了多少的東西 重要的義理在裡頭 你根本都不知道啊 所以你說 我怎麼知道你是什麼根器 我修文書的 我當然知道你是什麼根器啊 開什麼玩笑 我怎麼會不知道 你心裡想什麼 我可清清楚楚 比你自己更清楚 你都犯聽啊 你都聽到的是邪魔的 跟你講話 你還說 喔 這個是進空老法師在跟我講話 請你放下 好嗎 那根本不是進空老法師 那就是邪魔外道 我說你需要看醫生 雖然看醫生不會好 但是 你應該防止他惡化嘛 對吧 好 你不要再打擾大家了好不好 我這樣子講下去的話 今天九點要下課 完全不可能 而且 李悅師兄 你的基本道理相當的模糊 而且 非常弱啊 對 對啊 一定要仔細聽 不要上課再念佛 對啊 你上課念佛要幹嘛嘛 要用你的學藝 而不是念佛 你念佛在家裡念就可以了 真的 真的 不然你這樣浪費時間坐在這裡 你還是念你的佛 你還是念你的幻聽 聽幻聽的話 好 我要強調的是這個 弘心 外道 他也講 我很認真在念佛就像你 其實執著的不得了 對吧 然後我講 張建兵跟謝弘心 他也很 他也認為 我很父子佛教啊 供養啊 供養法師啊 供養道場啊什麼什麼的 他也覺得他 他是很父子啊 對吧 但是我要強調的是 你這個愛心是掉到陷阱裡頭的 懂嗎 你看 他是掉在陷阱裡頭的 是不正確的 你不能 你有相 不是有負擔 有執著 為什麼說不能有相賠福 因為你就永遠執著那個相嘛 你的相是什麼 慈民嘛 阿彌陀佛嘛 你根本也不認得要師佛嘛 對吧 你其他的佛你都不願意學 不願意去認識他嘛 這個就是相的執著 這就是量與數對你的危害嘛 這樣懂嗎 好 所以你看我選這個圖檔是有意義的 就是說你這個紅心 如果你是外道的話 他就是掉在陷阱裡頭了 是錯誤的嘛 因為你是心外要求道 你要到陷阱裡頭去看你的心 是錯誤的 為什麼 因為你被心阿拉耶識裡頭的意義 就是consciousness就是第六意識的了別 了別就是有分別心嘛 對吧 還有受根型給束縛 這個冥想等專業的時候 那個頁面出來的時候 師父在講喔 好那今天的這個是上個禮拜的經文 上個禮拜就講到說無我無造無受 就是三輪體空 就超越了善惡生死的民實存亡 然後這一個接下來就是 開始在佛術 佛術你想會是什麼 就是菩提術啊 佛成佛的那個術 通常我們就說是菩提術 那為什麼不是加東術啊 或其他的叫叫什麼芒果術啊 為什麼 菩提不就是覺悟嗎 佛就是覺者嘛 就是覺悟的人嘛 所以佛術就是菩提術 覺悟的術 然後 釋迦摩尼佛 這一段都在講釋迦摩尼佛成佛的故事 釋迦摩尼佛成佛 他在菩提術下 金剛寶座上面降伏了諸惡魔邪魔外道 然後得到了甘露還有滅絕道成 所以他就是成佛了以後 他就是證悟了無上菩提 無上就是清淨超越二元對立的 以無心意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他已經超越了第八阿賴耶識第六意識 還有五運當中的第四獸 獸是什麼 超越了喜苦樂捨受三個 苦樂超越苦跟樂是二元對立捨 就是連捨棄的那個捨 他也超越了苦樂捨三個感受 行行Volition就是你践行的那一個動機 那你說沒有践行的動機怎麼學佛啊 是要有動機啊 最大的動機就是你已經超越了 我要學佛這個動機 你如果沒有超越這個動機的話 你永遠還又在框架裡頭嗎 在什麼框架我職跟法職 我職就是我一定要努力對吧 就像講媽媽他是很認真 但是他永遠都在量與數啊 他因為年紀很大八十五歲了 我們還是鼓勵他你能夠多念佛 但是他每天都在數 我今天念了幾部啦我今天念了幾部 他永遠都在量與數之間 但是沒有量與數的人很危險 就是你都沒念 然後你就說我超越了量與數啊 不就是你嗎對吧 什麼你沒這麼講我還需要等你來講啊 開什麼玩笑 那個什麼那個維莫節經 維莫節大句是說 站到台上獎金說法的人 基本的兩大功夫是什麼 你要有心定對 所謂你要有禪定的功夫 你要馬上就可以知道你的徒弟是什麼樣子的 根器嘛對吧 我還要等你來講 你這個人不可能講的啊 你這個人永遠都會往臉上貼金貼金貼金啊 那我就是那個把你的金箔撕掉的那個人 我還有金箔還不錯 那是你自己貼上去的好不好 太太不知廉恥了不是嗎 所以所以當我們講有向陪伏還停留在量與數的框架的時候 你是要用敬畏的行講這句話 因為你有可能一遍你也念不到 然後你就說媽媽你看你念七部 我念了七百萬部了 因為我是超越量與數啊 對不對這舉例讚不讚 太讚了 我只是不想跟他講而已啊 我告訴你 我跟他講我很浪費口舌 所以 所以等他覺醒了再說 我是耍嘴皮的 怎麼改問都不懂 你 你時時都是這樣在想嘛 對吧 你看你的閱讀量就已經證實了師父所說嘛 每一個人你看他也 夜貌量都全力打啦 楊宗憲也夜貌量全力打 雖然楊宗憲現在的閱讀量也很爛 但是他至少也能夠維持那個夜貌量全力打 但是你沒有啊對不對 閱讀量就是一個非常好的判準 看到你的修行的功力 你的理論的通透性 你理論通透了以後 你才不會被你的負能量給鎖死了嘛 對吧 你才有那個生命力嘛 就像禮拜五要搬家那天 你跟許大德都站在那邊 就沒辦法啊 反正就沒辦法啊 這行禮這麼多啊 師父一下去看到這行禮這麼多 我什麼話我都不用講 就拿起電話趕快打嘛 這就是生命力 這就是你突破那個 那個困境生命困境 我打從心底 我就是想要突破生命的困境 但是你跟許大德就是坐而遊 哎呀這怎麼辦啊 這個行禮這麼多怎麼辦啊對吧 你永遠都是負面的啊 師父從來沒有負面的那個能量 就是趕快拿起來打電話 打這裡打那裡打那裡 我打的這些人很不好意思 你沒有一個不認識的 你全都認識 那你有做嗎 你什麼都沒做嗎對吧 不是師父突然又去開拓了哪一個 哪一個大功德主呢 都不是 所以這個就叫做 健行的功夫 許禮樂 你最欠缺的就是健行的功夫 你只要刷嘴皮子嘛對吧 只是嘴巴一直講一直講啊對吧 我勸你 你要怎麼培養你的健行的功夫 下課的時候幫忙掃地啊掃廁所啊 你看楊宗憲這麼優秀的一個人 他去掃廁所耶 你要知道 這就是在培養你的健行的功夫啊 有一次你不是說你要掃廁所嗎 然後 我說欸你怎麼又跑回來 他說 我把一個衛生紙丟到垃圾桶 我燒好了 太令人鄙視了吧 是不是這樣子 不能這樣子啊 你這樣子你的生命力不會強大起來 你永遠是病厭厭的 你的病要好起來 不是沒有辦法 有辦法 你就是要超越二元對立 你要去做嘛 所有的病苦只是負能量而已 而不是你真的就是生病了 所以你要懺悔 這所有的感召都是我自己感召而來的 我要懺悔這無關於別人的家諸殘害都沒有 是我自己感召來的 所以這所有的我要蓋瓜成熟 要承認是自己的錯 自我你要懺悔 我也沒看過你懺悔嘛 對吧 你永遠都是這樣 啊我要念佛成佛啊世界大同 呼口號是沒有用的 對吧 你要先懺悔 然後 健行嘛 你要在日常生活當中健行啊 對吧 你都沒做啊 我讓你有一個聖詞就是 就是那個 嗯 掃廁所 你也不願意做啊 對吧 都是高學歷的人在做 對吧 所以 你要看啊 要學會看人啊 對吧 你看看別人想想自己嘛 對吧 所以你超越了這些束縛以後 你就能夠摧毀邪魔外道 所以佛教把外道視同邪魔 這個是很嚴重喔 這是一個簡訊 外道是什麼 外道不是說 佛教就不是外道啊 佛教裡頭執著於哪一個法門 那也是外道 比如說師父講 噢這個文書法教有多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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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你們都不要學其他的法門 你們就是只要學文書法教 這也是邪魔外道嘛 是不是 你要看根氣啊 噢 徐里願 好你要念佛法門 好OK你要念佛法門 但是希望你是通透的念佛法門 而不是耍嘴皮子的念佛法門 代表師父是支持念佛法門的 但是你應該是要用更接近終極真理的實相念佛 你才會有成就嘛對吧 好 好 恐怕是沒有辦法 那個 那個講佛法 本來是應該是你啦 對 但是恐怕是沒有辦法啦 再延一下好不好 再延一個禮拜 對 但是再延的話我就不要不要是你了 否則這樣又會亂掉 下個禮拜換陳茗玉了好嗎 再來尤本陽5月30 再來楊宗憲那個時候就回國了 楊宗憲是5月28號回國 好接下來又是陳茗玉了 因為陳茗玉上一次講的蠻不錯的 然後尤本陽再來講陸華這樣子 就暫時按照這一個 你們的講義上面沒有這個時間表 勞駕您自己寫上去 我為什麼把這個時間表給刪了 是因為我要控制它在24頁 24頁就是6張 6張slide變成一個A4 所以你的職業就有4個 4頁 對 所以我就把它給 欸有嗎 看一下 因為我刪掉2頁 我不知道我刪了哪2頁 4月 6月嗎 6、4、24嗎 6個PPT對吧 對 好 有刪掉喔 剛好刪掉 那個時候我也在考慮要不要 但是我在想 你們應該可以記一下 今天我們要來看一個 人類大浩劫 它的誘因 為什麼我們現在面對 不是只有台灣而已 台灣是集中受害者 但是 全球都一樣嘛 你看核武戰爭 海洋 這麼嚴重 尾巴 這麼嚴重 對吧 還有糧食的問題 還有天然災害 洪水 還有海嘯 地震 太多的災難了 還有環保的問題 環保的問題 對 因為那個CO2 二氧化碳太嚴重 所以我們要思考 為什麼人類會面對 這麼大的災難 為什麼啊 是誰敢招來的 許理諺 我先請教你 人類大浩劫 誰敢招來的 不善良 人心貪軟 只有這樣嗎 人心的貪欲啊 所以我就說你永遠都是在膚淺面嘛 對吧 好 這個有一點長 因為他講了 人類有十大災難 他是從哪來的 他描述他的 對 那已生存的地球 時刻保持敬畏之心 因為如果他鬧個別扭 那可不是鬧住完蛋 極端天氣 巨型風暴 洪浪災害 每一個災難的發生 便有無數生靈 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 今天就跟著世界之最套 一起看看人類史上最可怕的十次自然災難 第十名唐山大地震 1976年7月28日 中國河北省唐山 封南一帶 發生了強度里是7.8級的地震 地震持續約12秒 強震產生的能量相當於400顆廣島原子彈爆炸 整個唐山市寢客間化作一片肥墟 由於唐山地震沒有小規模的前震 而且發生於凌晨人們熟睡之時 使得絕大部分人毫無防備 這場地震共造成24.2萬人死亡 16.4萬人重傷 地震毀壞公共房屋 已因479萬平方米 倒塌民房530萬間 直擊經濟損失高達54億元 全市供水、供電、通訊、交通等 生命線工程全線癱瘓 醫療設施全部破壞 工況全部停產 地震發生後 建築倒塌引起的火災不計其數 據說地震發生時 連北京的建築都搖晃不已 天安門城樓高大的梁柱靜鑾般的嘎嘎的作響 從渤海灣一直延伸到內蒙古寧夏 從黑龍江以南到陽子江以北 滑下大地的人們都感到了一呼尋常的搖汗 第九名安提阿地震 安提阿地震發生在西元526年 拜占庭帝國的根基 在這場7.0級的大地震中搖搖欲坠 余震持續18個月 據歷史記載 地震發生的同時狂風大作 建築物起火後 火勢迅速蔓延 地震與大火的聯合作用幾乎摧毀了整座城市 包括公元327年 軍事坦丁大地建造的安提阿金宮大教堂 也未能倖免 因為臨近復活節 周邊地區的人都進城過節 所以地震傷亡人數高達25萬人 而當時安提阿人口只有50萬 換句話說 超過半數的市民都在這場 慘絕人寰的悲劇中喪生 即使在1500年後 這仍然是有史以來最具破壞性的自然災害之一 第八名 海源大地震 海源大地震很少被人提起 但卻是人類自然災害史上 十分罕見的一次震災 1920年12月16日晚20點06分 甘肅省顧原縣和海源縣發生地震 震級估計為理是8.5級 持續了十多分鐘 當時全球96個地震臺都有觀測記錄 由於這場地震 海源大量河流改道 山體滑坡清淨而下 房屋倒塌 山丘下的糧倉被毀 估計死亡人數為28萬 據有關資料記載 地震時北京電燈搖動 令人頭暈目眩 上海時鐘停擺 旋燈搖晃 廣州吊灰泥片 汕頭客輪蕩洞 香港大多數人感覺地震 其有感範圍超過了大半個中國 甚至在越南海防附近的觀象台上 也有時鐘停擺的現象 環球大地震的風號 真是當之無愧 第七名 加爾各達颶風 1737年 颶風襲擊印度加爾各達市 當時的加爾各達是印度最大的城市 它建在胡格利河兩岸 由於城市規劃不善 房屋沿著胡格利河下游河段延伸 所以常年受到孟加拉潮汐的影響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當風速達到每小時二百千米以上的颶風 從孟加拉灣席卷來時 被狂風掀起巨浪的海水沿著河流沖入內陸 淹沒成千上萬的房屋 災難來得太快 人們來不及反應和逃離 只能活生生地被淹死 估計死亡總人數為三十萬 第六名 印度颶風 1839年11月25日 一場猛烈的颶風襲擊印度繁華的港口城市 卡林加 與剛提到的加爾各達颶風 並列為印度歷史上兩次最致命的颶風 這場自然災害造成了三十萬人死亡 颶風和火災讓整個城市陷入了混亂 幸存者無法找到乾淨的飲用水或食物 被迫死於飢餓和脫水 這次颶風讓整座城市一片死寂 久久無法恢復生機 直到今天仍然只是一個小漁村 第五名 海地地震 海地地震是一場里氏7.0級大地震 首都太子港及全國大部分地區受災情況嚴重 地震持續了15天 世界衛生組織確認 此次海地地震已造成22.25萬人死亡 19.6萬人受傷 這是海地自1770年以來發生的最強烈的地震 國內余震不斷 最強烈的余震達到5.9和6.4級 這不但為救援數以千計埋在廢墟之下的民眾 帶來了極大困難 同時還對無數處於恐慌中的平民 帶來了嚴重威脅 太子港街頭出現極度混亂局面 舉目四望 呼喊者 哭泣者 四處尋找失散親友者和無家可歸者 構成了海地大地震後的一幅幅真實寫照 第四名 柏拉颶風 1970年 一個被命名為諾拉的熱帶風暴 襲擊了東南亞地區的馬來西亞 讓馬來西亞一片狼藉 72小時後 這場熱帶風暴消失 當時的媒體和氣象學家都認為 諾拉已經消失了 已經不可能造成威脅了 誰也沒有想到 諾拉的殘餘風暴會死灰覆軟 同時成長為另一個巨大風暴 柏拉 在東巴基斯坦中部地區 柏拉逐漸成形 隨後逐漸向北部地區移動 最致命的是 當時沒有氣象儀器監測風暴 所有人從廣播裡聽到的 只是一場輕描淡寫的熱帶風暴 睡夢中的人民並不知道 等待趟的是人類歷史上 最可怕的颱風風暴潮 柏拉颶風從孟加拉灣 開始向東巴基斯坦移動 平均風速210公里每小時 整村整鎮的居民區 被無情地抹去 沿海小島上的居民 更是無意人生還 共50萬人於這場天灾中喪生 當颶風進入內陸 並逐漸減弱後 浮小的陽光灑向 歷經浩劫的大地 但這裡已經什麼都沒有了 滅門絕戶 鸡犬不留 只留下陣陣親吻著礁石的海浪 在死季中重複著單調的吟場 第三名陕西大地震 1556年 中國陕西秦嶺以北的衛河流域 發生的一次八級特大地震 這是中國影響廣泛和損失慘重的 著名歷史特大地震之一 據史書記載 陕西衛南 華縣 華英和山西永濟四縣的震災最重 故這場地震又稱為華縣大地震 或關中大地震 地震時當地民房 關屬 廟宇 書院等建築 全部化作廢墟 較堅固的高大建築物如城樓 寶塔 宮殿 亦全部倒塌 由於地震與午夜發生 多數人還在熟睡之中 因此逃生者寥寥 地震時還正值隆冬 災民凍死 餓死的不計其数 隨後山崩 滑坡 火災等次生災害也相繼發生 進而又引起了饥荒和瘟疫 造成了83萬人員傷亡 可謂一場浩劫 第二名 黃河洪災 1887年 中國河南遭受暴雨襲擊 直接導致黃河在鄭州下遜石堡出絕口 9月30日絕口僅有30餘帳 三天過後竟然變成了300多帳 扩大了十倍 凶猛的河水幾秒鐘內圍住了鄭州城 水深十幾米 瞬間摧毀了中某城 洪峰到達古城開封時 水位高達40米 完全淹沒了開封以東數千個村鎮 洪水所到之處 城池遭到水淹 棺鼠 尿雨及居民防射全部倒塌 洪水過後 200萬人無家可歸 由此引發的大流行病 奪走了許多人的生命 總共有超過90萬人在這場災難中喪生 成為世界歷史上死亡人數第二多的災難 第一名 中國水災 1931年中國發生特大水災 當年中國的幾條主要河流 如長江 珠江 黃河 淮河等 都發生特大洪水 受災範圍南道珠江流域 北至長城關外 東起江蘇北部 西至四川盆地 這次水災被認為是有紀錄以來 死亡人數最多的一次自然災害 死亡人數估計在40萬到400萬之間 其中 長江流域的泄洪區的死亡人數達14萬 受災人口4000萬人 在這次大洪災中 武漢災情尤為嚴重 歷史上 武漢就經常遭到洪災的侵擾 1931年7月以來 武漢連續十多天降水 雨水浸於街道 到後期 房屋已經完全被水淹沒 據民國的申報記載 武漢共16.3萬戶被淹 受災人數達到78萬人 《國文周報》第八卷第三期記載 在碼頭的苦力 車夫等 當場逆死的人數達到2500人 每天擁有上千人因飢餓 文藝 中暑而死亡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視頻的所有內容 不知道以上這十次恐怖 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師父 讓你們直接看師父整理出來 我想要提醒大家 寫作的時候 你應該要注意到的 也就是我們就沒有辦法 進行批判思維的訓練 可是這幾個你一定要懂啦 有一個人 你也許可以認識他 就是有兩次獲得英國皇家的科學著作獎的 那個Jarrett Diamond 就是鑽石那個Diamond 同一個發音喔 這個人他提起了 人類歷史發展要有三部曲 我打錯 曲 三部曲 他認為的三部曲 槍炮 細菌 鋼鐵 然後我想要請教您 你同意嗎 理由在哪裡 這個大名人他說 人類歷史發展有三部曲 一個就是槍炮 就是戰爭嘛 再來細菌就是譬如 像瘟疫啊 像新冠啊這種細菌啊 第三個就是鋼鐵就是 就是重工業的發展 這三部曲 來 我先考考你們 你同意嗎 1 2 3 Go 陳明玉點頭 所以他同意來 認為同意的請舉手 好 1 2 Go 3 Go 好 還有嗎 好 不同意的請舉手 1 2 其他的 其他的 那你是同意還是不同意 徐里遠 欸 你怎麼 怎麼會不知道 來我們聽聽這個 有本養的看法 為什麼你不同意 好 歷史發展說槍炮吸進鋼鐵 跟鋼鐵什麼關係 吸進我認同啊 槍炮如果概括說武器 不會認同啊 但是鋼鐵跟鋼鐵什麼關係 跟鋼鐵沒有關係 嗯 鋼鐵 重建的意思嗎 鋼鐵帶動工業革命嘛 人類歷史的發展進程 他認為跟這三個有關 好 ok 然後蔣路華你說說看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講無法試著來分享 我覺得槍炮 細菌鋼鐵 這個是現象界的表現 但現象界表現得 成這個環境變成這樣 是背後有一個原因 造就現象界的這個表現 我覺得應該是 這是什麼原因啊 心啊 意識啊 意識的發展 才是造成會有這個現階段 這三個的現象界的差別 嗯 好 所以 這個人他頂尖的知名 因為他兩次獲得 英國皇家科學著作獎嘛 你要得一次已經不容易了 他兩次 所以人類很容易陷入迷思 都會苟同他的想法 槍炮 細菌 鋼鐵 對 蔣路華講對了 他停留在現象界啊 不管你 好吧 因為那個年代鋼鐵影響很厲害啊 那好吧 鋼鐵 油本養不認同 那我換成AI好不好 AI就是當代 影響當代最重要的因子了 對吧 他還是在現象界啊 你要知道啊 所以我才說 千萬不要膚淺的學佛 千萬不要花幾十萬 要去 要去什麼 結蝦安居買水果 那通通都是錯誤的 完全錯誤的 因為你的思維沒有昇華到 永遠盯住這個終極本質嘛 你還是停留在現象界嘛 所以我就問了 真正 所以他這個想法是錯的 但是 大部分的讀者都同意這個講法 天下雜誌還出他這個書啊 所以不是大出版社他就是選對書啊 那不是呢 你要知道 真正帶動人類歷史 進步與衰退的真正的主因是什麼 賈魯華沒有講清楚 賈魯華只是說 背後背後 永遠都是背後 我糾正過他 那不是叫背後啊 有一次我在尚維士課的時候 我給的圖檔就是 一顆心他的右下角有一個椅子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這一顆心是籠罩了整個 整個宇宙啊 不一定只是背後啊 所以什麼是真正影響我們 人類歷史進步 他那個十個top十大災難裡頭有一個安提歐 可能你們不太認得 安提歐是非常知名的聖經的人物 安提歐他是親愛神的受神的誘告 就是受神的祝福的 為什麼也面臨那個大災難啊 所以這一個事件來告訴我們 不是你學佛你就不會碰到大災難啦 安提歐人敬愛上帝 然後侍奉上帝 一樣在災情當中滅亡嘛 不是嗎 是你的心要跟終極本質相應 時時跟他在一起 永遠跟他在一起 這個才有辦法 你學得很膚淺 我信奧密陀佛 你是信觀音 奧密陀佛有四十八大院 觀音有嗎 常常都聽到有人在比這個啊 那我說 那文書只有十大院耶 文書為什麼是諸佛之母啊 請你解釋來給我聽聽嘛 對吧 你說說看嘛 就呆的人他就 四十八大院最多 對吧 師父同學廟即將如意 學禮樂師的來分享 因為文書菩薩他教化佛陀 教化佛陀 然後 然後所以他是七佛之母 你搞錯了 三世 三世絕母 三世絕母 不是七佛之母 你完全搞錯了 而且我的 我問你的問題也不是 也不是這樣子 我問的問題是 你很喜歡念奧密陀佛 歐彌陀佛有四十八大院 文書只有十大院啊 那為什麼文書反而是 那諸菩薩 進身成佛的源頭啊 絕母嘛 三世絕母 妙吉祥嘛 你沒有搞清楚啊 所以不是願力的 大多寡的問題 那你如果說要最多的話 地藏王菩薩 地獄不空 師不成佛 裡頭千百萬個願 那你要怎麼說 這個就叫做有相陪伏 這個就是停留在膚淺處 每一個人都要從這裡離開 否則你的生命的困境 得不到解脫 文書為什麼成為 成為 諸菩薩 正悟成佛的根源 他的十大聖身十大院 每一個都直擊超越二元對立 怨親平等 他是我的小人 我還是要多化他 我還是要對他好 你做得到嗎 你做不到嗎 對吧 他每一個十個大院 他從不同的角度展現 他進入中其本質的門戶 就是不二中道 non-duality middle way 不二超越二元對立 十個都那麼整齊 你找不到其他的哪一個菩薩 有這樣子的功力 這是重點 這是成佛的重點 我們今天面對地震的威脅 十大災難的挑戰 你要怎麼逃 你沒辦法逃 兩三秒決定你的生死 你要怎麼逃 超越二元對立 任何一個困境 你超越二元對立 你就得救了 禮拜五我要搬家 心裡太多 我下來一看 我沒有任何的怨言 超越怨言與喜悅 我開始打電話 一直打一直打 不停不停的一直打 這個就是在落實 超越二元對立 任何時刻 你日常生活的任何一個困境 你都應該要學習 維石班有一個同學 是心臟病 老菩薩 他是傳統學佛 學佛的知識是一等一的 別人答不對的你考他 他不一定百分之百 但是大部分他都有辦法答對 但是他很弱的地方針阿 思維沒有拔膏 所以他永遠都是 都是生病嘛 都是生病 我說你不拔膏的話 再好的醫生救不了你 你看嘛 我舉過 我舉例過 台大醫院三大名醫 死在自己的 死在自己的那個專長對吧 肝癌 吳俊仲教授 死於肝癌 鼻咽癌 專家 林中舟教授 死於鼻咽癌 他們共同的老闆 那是謝貴雄教授 免疫學專家 免疫學專家 他雖然是小兒科的教授 但是他主修免疫學 他從發病到死亡三個月而已 他頭部長了一個罕見的腫瘤 醫生束手無策 從發病到往生三個月 這件事情來警告世人 你光是停留在現象界 是沒有用的 你生病也好 你破產也好 你一直就在現象界 在那邊瞎琢磨都沒有用 所以你應該要檢驗自己 我的賺錢 是不是還是一直停留在現象界 還是我的賺錢的方法 一部分在現象界 另外一部分我維持固定的 我要觸及我的終極本質 這才是真理 你不應該完完全全你都在現象界 到時候災難來的時候 你根本來不及逃 一樣嘛 師父也是一定有世間法的地方 一定有出世間法的地方嘛 世間法我要去照顧病人 世間法我要去耕耘 就是更多的能夠開拓 宗教對話的這個機會嘛 這都是世間法我在做的事啊 你看師父這麼忙碌對吧 出世間法我時時刻刻 我的心不管我做什麼事 我不起煩惱 我永遠都是直極終極本質 這個功夫你一定要學 因為這個才是你得救最根本的關鍵 核心關鍵 我的考題出來了 轉化人類浩劫 你現在面臨地震的挑戰了嘛對吧 轉化人類的關鍵在哪裡 超越二元堆立 那你說師父你超越二元堆立 有種你就留下來在災區嘛 在台北嘛 在雙北嘛 我幹嘛那麼愚痴啊 慈禧太后都知道八國聯軍來了 那個時候的清朝太脆弱了 他要怎麼樣趕快逃 我逃了以後 我躲過這一場地震的挑戰 我才有能力繼續度化眾生嘛 不是嗎對吧 你看我避難到高雄 我有放棄我的教學嗎 沒有啊 我繼續在教學 南北來回再奔波 這就是最好的示範嘛 示範什麼 我一點都不怕地震來襲啊 我如果怕 我根本就是躲在高雄就好了 我幹嘛來北 南北來回這樣子奔波對吧 所以你要會看啊 真的要會看啊 不是說這個法師地址很多 我告訴你啦 地址最少的是文書好不好 4月4號文書聖誕 每一個寺院都有標誌文書聖誕 那你問這個寺院 文書是做什麼的 主大智慧 大智慧是什麼 不知道 不是太可笑了嗎 對吧 如果觀世音菩薩聖誕 哇那可 台場可不一樣啦 對吧 4月8號 慈濟 你看慈濟在那個什麼 中正紀念堂 歷任的元首全到齊 哪一個的宗教的排場能夠比他們大 So what 對吧 你能夠真正的教化眾生嗎 你可不可以啊 我問你啊 你現在還在什麼環保啊 分類 太了不起了嗎 對吧 你還會支援回收 這都太了不起了 但是我要告訴你 1973年 挪威的那個哲學家 Eines 中文怎麼翻 我不太記得了 Eines 他為我們釋出了什麼 深層潛意識 深層的環保的意識 深層的環保意識 實際那個就叫淺層的 深層的環保意識是什麼 有情眾生非情眾生 你要讓他們和諧 和諧共處 所以你需要打破 打破什麼 為人中心主義 為人中心主義是基督教的講法說 我人就是上帝 按照他的上帝的形象 所以 吹了一口氣 然後我人就是上帝的形象 是受到上帝祝福的 所以人是最了不起的 人就可以駕馭超越所有的生物 基本上這都不公平的 對吧 所以深層生態學 Deep Ecology 深層生態學 就是來打破這一切的不平等 跟佛教無巧不成熟 是非常接近 你要知道 佛教就是講 有情眾生非情眾生 這個就是非情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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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沒有蒂巴阿賴耶史啊 但是佛教主張 有情眾生 我們有蒂巴阿賴耶史的 有情眾生 螞蟻也是有情眾生 跟非情眾生 來自同一個終極本質 所以我們沒有任何的理由 可以歧視他們 可以践踏他們 所以深層的那個Deep Ecology 中文怎麼講 深層生態學 他就開發了一套理論叫做什麼 生物圈的平等 生物圈 有情眾生也是生物圈 非情眾生也是生物圈 深層生態學 1973年就推出了 你還在搞淺層的那個環保 我不能說你錯 因為你太了不起了嘛 對吧 但是我也希望你 能夠逐步 升華你的思維嘛 你才有救嘛 不是嗎 否則你 你到了一百年 或五十年以後 你就看嘛 你必然會走下坡嘛 這個就是人類 這裡就講了嘛 這個是錯誤的 你一直停留在現象界 是錯誤的 真正帶動了人類歷史進步的是什麼 除了現象界很重要的 剛剛的主題是什麼 心意受行 這背後精神性的東西 所以佛教為什麼是心物意原論 就是物質的肉體 這個就是肉體 然後跟心意感受也都是精神性的啊 對吧 這些東西的結合那才是人啊對吧 對吧 所以真正影響人類歷史的不應該只停留在現象界 不應該 你要結合物質跟精神體 所以佛教叫做心物意原論 好 是誰主宰這個宇宙啊 誰啊 1 2 3 go 誰 誰來主宰這個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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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nck講 其實根本沒有這個物質沒有現象界 沒有物質這種東西 所有的物質都是同頻共振式 振動頻率在決定 振動頻率高的就變成是無形的 聲音啊太陽啊我們看不到的啊對吧 紫外線啊對吧 然後振動頻率很低的 就是像我們的肉體這樣很沉重的物質對吧 那所以誰來主導 誰來主導 現象界跟精神 可是精神現象界受制於精神 那你說那是不是精神就最了不起 No Planck又講 精神背後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叫什麼 靈性的智慧 靈性的智慧 也就是佛教講的根本智 所以誰來主宰啊 是你的你我的般若智 根本智 本來我們就具足的 所以我才說你的心太low了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叫做聖身佛法 你聽都沒聽過嘛對不對 所以真的一定要跟對師父啦 從科學結合佛法去產發當代人類的最需要嘛對吧 怎麼樣可以解套你的病苦、財苦 你各方面的苦、人際關係的苦 你應該要正確的學佛 好 解脫生命困境的核心關鍵 我剛剛已經講了 不是心啊 是什麼 根本智你要說佛性當然也可以 就是那個誰啊 大乘玄論 吉障家祥大師講到的 終極本職 依著佛教各個宗派 給了他不同的異名詞 對吧 像那個什麼 念佛的 就佛性 然後空性、實相 還有無助 像那個 我們的那個叫什麼 唯魔節 大居士 他就喜歡用無啊 無相對吧 無助這些 超越二元對立的 根本智 對 好 所以轉化人類浩劫的核心關鍵 你千萬不要 又寫這三個 你千萬又不要 是靠什麼名人 你也千萬不要 像他講 是心 那都錯的 是什麼 轉化人類浩劫的核心觀念是什麼 每一個人都具足的根本是 你說 那為什麼我 沒有像諸佛那樣子的敏銳 跟而且那樣子的 就是能夠自己要害 這就是業障的殘服 對吧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需要修行 對吧 好 剩兩分鐘 好 我先把明相給講一下 明相 外道 什麼是外道 心外求道 無法做到 向內覺醒而勝出 師父有一句名言 to win from the inner awakening to win 勝出 from the inner 內部 awakening 覺醒 所有沒有辦法做到 向內覺醒而勝出 什麼叫 向內覺醒而勝出 你碰到這個什麼行李裝不下了 你要向內覺醒 而不是抱怨一大把 不是這樣子 向內覺醒知道說這個必然有辦法可以解決 所以你心是安靜的 然後 你從這個覺醒裡頭散發出來你的根本智慧去解決 就是向內覺醒而勝出 這個就是內學 也就是佛法又成為內學 外學就是什麼 邪魔外道 向外 向外去求 求什麼 現在因為大災難要來了 很多人就是塔羅牌 很多人又是什麼 詹心書 算命 那個就叫做向外求 那你會說 師傅你自己不也在算命嗎 我沒有學佛以前 我算命高手啊 我沒有收過任何的錢 學佛以後 不是哪一個人說不能算命 no 是算命再也彰顯 不斷的彰顯他的low啊 你學佛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 你比算命更精準啊 你要知道 你看到一個人 你馬上知道說這個人 他的根氣是怎麼樣 好處是什麼 他是不是你的小人 就像陳明玉 曾經拿了五個 五位校長候選人 問我說師傅 這五位 有可能會變成我們的校長 師傅哪一個會上啊 我說這個 他說可是我不太喜歡這個 我說就是這個啦 你趕快跟人家結善緣 你沒有跟人家結善緣 你看誰也不順眼嘛 對吧 我要說的就是 你學佛了 你正確學佛 開發了你的根本智慧以後 你哪需要算命啊 你是不需要 你就這樣眼睛一掃過去就知道 這是好人 這是壞人 我隨便指的啦 不是說你啦 對 好 所以 算命 我不是說算命不好 算命指示 方便說 希望你從儒理說 長養你的生命存在的力量 然後你再也可以不用仰賴 方便說 好 仿觀 向外求 那就會迷失在現象界的風花雪月 這就是所謂的外道 從這邊我們知道我們的學佛 佛門裡面外道也不少啦 就像 學外行的啊 還有不容易超越攀緣啊 每一個人都有眼耳鼻舌生意嘛 都向外一直攀緣嘛 對吧 上次不是潘同明來了 那個什麼 林彥如不是就去 帶了隔壁班的同學說 這個總經理來了 趕快請他 會是一個工作啊 攀緣嘛 標準的攀緣嘛 所以為什麼我說 學佛的場所 不是人多就好 你如果在貢惡業 你自己都無從了之 師父看在眼裡啊 你們都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 林立芬進來就是要找工作的嘛 因為那時候林立芬沒有工作啊 對吧 那為什麼師父會知道 所以誰才是真正值得你信賴的師父 從這邊再一次的看得清清楚楚 所以不能去攀緣 你攀緣的話 最後受害的是你 因為那一個就是所謂的外道 小稱的佛法也會有所謂的攀緣外道 只有大稱的佛法是完全起心動念 觀照自信 自信 也就是佛性 就是空性 就是實相 就是終極本質 所以你要實時觀照你的終極本質 這個叫做內學 也就是佛法 就是內學 恐怕不能再講下去了 三轉法輪 師父大致上講一下 因為這很重要的基本的佛教的 佛教的什麼名相 三轉法輪 這個三轉法輪跟把佛法分成三個時期 意思是不是喔 不是這樣子喔 三轉法輪 哪三轉 你看喔 這裡初轉 初轉就是視轉 我視線給你看 你馬上就看清楚了 所以這是大根器還是裂根器 這是大根器 所以越早以前 乃至於跟佛 跟釋迦牟尼佛同一個時期的 原始佛教的那些修學者 都是大根器 視轉 釋迦牟尼佛做給他看 他馬上就看懂了 初轉使用視轉 所以那個時候的經典 釋迦牟尼佛傳的都是視轉的經典 第二轉 第二轉就是轉十二因緣 那個時候根器越來越弱了 就要教轉 就開發了很多的教門啊 教派啊等等 這個第二轉叫做教轉 根器越來越弱 到現在更弱了嘛 那要怎麼樣 正轉 正式給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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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有佛法功利的 這個是值得信賴的 這個來告訴我們什麼 人類的根器越來越不如從前啊 所以初轉是什麼 視線給你看 行者就相信了 二轉是什麼 教轉 開發一套教理 教化 還有譬如說 節下安居啊 這就是教化的方法 這個就是教轉 第二轉 第三轉就是更弱了 那就是怎麼 要正式給你看喔 你看喔 要看清楚喔 上台的人要有禪定的功夫喔 要有根器的功夫喔 就是正轉 所以叫做三轉好嗎 接下來這個是 那個叫什麼 為時的 跟這一般比較沒那麼關係喔 你看解身蜜金 解身蜜金是比較深的嘛 對吧 現在解身蜜金也在招生了喔 歡迎你們來 來參加 真的很重要 為時 現在是AI的時代 最主張的是意識的時代 佛教的這個十大宗派 就是為時心理學 最切住這個意識嘛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應該要學習為時嘛 你要報名請來找我拿報名表 已經有四位同學報名了喔 好五韻 非常快講完 五韻 這一個章節要 特別要介紹的是 受跟行有沒有 第二跟第四有嗎 第二 因為我們的主題是無心意 無什麼 受行嘛 受就是感受 零納 包括苦 勒 捨 三受 行 volition 就是你的意識力 你造作行為的那一個善惡業的意識力 最主要是要講這兩個 這個其實已經講過了 以前就已經不斷重複一直講了又講 講了又講 這一次再從頭拿來講 是因為那受跟行的關係喔 好 好 清典 清典很短了 很快講一下 唯摩結經佛國品 使在佛術就是菩提術來降摩 我唸一次然後看師父的詳解喔 得甘露滅絕道成 已無心意 心意也是為時的專有名詞 無受行 剛剛解釋了 而膝吹浮諸外道 三轉法輪於大千 其輪本來常清淨 天人得道此為正 三保於世現世間 好看師父怎麼解說 就是剛剛前面講過了 經過三輪體空 上個禮拜嘛 上個禮拜有講到三輪體空 無我無造無受 三輪體空 所以他這邊連續說 剛剛上個禮拜我們講過 三輪體空的實踐的錘練 已然超越了生死跟三惡的惡元對立 進入了不惡中道的禁地的功夫 行者就是你我就是行者 修行的人應該知道 世尊在菩提佛術 佛術就是菩提術下 歷經諸魔考 才能夠得到甘露超越生死的廟方 忠德正悟四聖地就是初轉 十二因緣就是二轉 初轉叫做什麼轉 初轉叫什麼轉 初轉是達智慧是什麼轉 四聖地 那那那那那 視轉視線的視 對十二因緣是叫轉 對吧然後進入到中到十項是正轉 好然後徹底的超越了心意識的性愛 心意識為時的根本的課題 同步超越苦樂壽 剛剛講的壽的三種苦樂壽的束縛 更重要的是超越了產生意念 意念就是形的那個意念 然後引發造作種種善惡葉的信念 從這邊來兼顧自己的道行 降伏所有的心外求道的魔考 然後因而視線三轉十二法輪的 初轉就是四轉 然後就是四地法 然後二轉就是教轉 就是十二因緣 再來終於正悟了 這個如如不動 那就是正轉正悟菩提 好所以三寶有功 他要投身到娑婆世界 以前他這三轉 他都要具足所有的功力 如果這樣子對你來說還不夠清楚 沒關係 師父播出的那個視頻裡頭 都會講的再重複又講一遍更清楚 好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師父很快我們來回向好嗎